行政院长吴敦毅视察核四 比预定行程硬制延后的 约两个小时才结束 因为主动开放了反核代表 入内参与讨论 表达意见 不过现场却像是台电影 反核代表的辩论会 吴敦毅几乎是不打断 让各方畅所欲言 但是最后反核代表要吴敦毅回答 是否会做出不让核四双转的决定 吴敦毅表示 如同马总统宣示的 没有核安就没有台湾 但是如果盖完不双转 在逻辑上有困难 吴敦毅强调核四在市营运时 还会请国际级的专家 进行最后的体检 不安全就不做了 一定会做到万无一失 才会填装燃料棒 吴敦毅说核四安不安全 事关一生荣誉 如果核四挂了 包括核四的员工 台电董事长 经济部 原能会等首长 还有他个人名誉也会挂 所以绝对会用最严谨的态度 把他做好 另外原能会和气象局 持续侦测空气中的辐射值 原能会指出根据最新监测 如果日本核电厂有新的辐射外泄 一风向轨迹在4月6号和7号这两天 最可能飘到离台湾恒春最近的位置 原能会表示会尽所有能力 预先告知民众任何最新状况 记者王岐路 王岐路 陈昌伟 新北市报道